张忆 你俩找我住这儿的 你兄弟告诉我的 他还真是好用力啊 你干嘛来了 苗哥 我想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不是你想像那样的 我还没说我想什么样的嘛 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我自从碰见你 你这回怎么天天有事呢 有人同我冒信啊 没有 就是想跟你认识一下 认识我 你不一定认识我的吗 不是这种认识 那是哪种 我能进去说吗 先说吧 苗哥 其实我们早就见过了 是啊 早就进五店了 不是 更早的时候 啥时候 你还记得以前在河边的小女孩 掉进去了 你二话没说进去就给救起来了 啊 喂 我这是 你自己都忘了 当时老多人看着了 就你跳进去了 是吗 啊 你自己都不知道 当时老帅了 我就想着以后我长大了 能找一个像这样的男朋友 那这么说的话 你就是那小女儿 我 就露的 那你跟我说啥呢 你整的我还挺激动的 那你咋认出来我呢 其实我早就忘了你长什么样了 我就记得你脑袋特别大 然后那天摆摊看见你了 就觉得很像 就想试一下 那你和我兄弟又是啥情况啊 啊 我看你俩老在一起 我偷偷问他这个事 他就告诉我了 我就想跟他演出戏 没想到被你看见 那你为啥不自己跟我说我呀 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有目的性的接近你啊 妹儿你醒 干嘛先 那还能干嘛 请你吃顿饭呗 那也是缘分 对不对 你想吃啥呀 我还真有点饿了 不知道吃什么的呀 火锅还烤肉啊 咱们去看看呗 行 出去吧你啊 谁呀你 我根本就不会游泳 你胡游谁你啊 来啦 来了 谁呀谁呀